謝謝 甘蔗萬山山蘭里蘭 只有家屬十多人 到來跟人愛消防隊 向辛康訴求山蘭的經濟消 表達他們萬分的感謝之意 雖然沒辦法萬求親人四名 但總算還可以將大體吹到 訴求人物雖然不是那樣圓圓 但家屬心中優勢 因為當時火爐到那樣大 消防隊萬萬以謀欠就算訴求 已經是讓他們感求不盡 一直大力的幫我們的協助 因為那幾天剛好天后非常的不好 那就除了感恩還是感恩 就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這 那雖然最後是遺憾 可是還是很成功的把我們送回家 謝謝大家真的是很辛苦 這間山蘭發生在五月21號 當時正是大雨連落了十多天 氣候最壞的時間 人愛消防隊正後 動完十八人家的經濟消 不欠日刷訴求 大後路不停 訴求的刷路又放鬆到非常嚴重 那個時候 當時也傳出三年前刷我們訴求 比喚依依訴求不來破壞國家不上 對家庭進行的訴求人物 就是一個嚴重打擊 在帶雨的時候在走鋼竹灣步道的時候 有時候這個三方的落石 你一不注意的話就會 一不小心那個落石就會掉落 那就是說我們收救不就過程當中就是 不就艱苦就是四天都是冒著那個大雨 大風大雨 非常遺憾的沒有能把活生生的林先生 帶回給他的家人 這是我們心中所有的救難人員感到非常遺憾的 家屬可以這時候給我們鼓勵 給我們加油 讓我們感到非常的窩心 也讓所有的救難人員 重拾這樣救災的一個熱忱 這個時刻來 也正好給我們的消防局所有的人員 打氣一劑強生劑 我們也是要跟我們的所有消防人員 來給他們抹路 打氣 離蘭這家屬除了憲迴向消防隊表達感謝志義 也包了一個大紅包 要拿出辛苦的隊員家菜 不夠比消防隊嚇絕 只要正常收下了紅包落 不夠管議員五國槍 也要是掌上六千塊的家菜金 來為免他們的辛勞 消防隊不好人 還不需要對他們做成很大的衝擊 但今天受到家屬這份大禮 他們也要是人為辛苦是有驚訝的 他們也會繼續堅守自己的工作 希望日後還會有很好的不幸的事情來發生 接下來王教聖蔡宏報道